大家好 今天来跟粉丝聊聊 随便聊聊吧 因为最近感触太多了 而且其实我已经在我的很多视频里面 把我想表达都表达了 只是一直没有直说 能悟到的人自然能悟到 悟不到的人这辈子永远都悟不到 其实就是人类在这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中 在这个物质这一边已经走歪了 或者说走了很长时间了 现在要到更高的一个层次了 这个事怎么解释呢 玛雅历法里面说了 不是当年玛雅历法里面说 2012年是这个世界末日吗 其实不是世界末日 就是咱们的太阳系绕着这个昂秀星座 不是有这个太阳技法吗 2012年之后会进入新的一个周期 新的周期之后 人类会进入精神文明的阶段 所以从旧的这个技法里面 过去的几千年都是在物质世界里面搞来搞去的 然后现在会进入一个新的这个追求精神的世界 也是可以说这个新冠病毒这个事吧 包括2021年是一个人类觉醒的一个元年 你可以看到YouTube上越来越多的人 好像意识到了这个世界不是想算的那样 其实我最早开悟呢也是 其实两年前吧 两年前 然后一年前我是一年前左右的时候 我是打通了这个认读二脉 基本上就算是有点开悟了 什么是开悟呢 就是开了天眼吧 就这种感觉 就是你能 你能用感觉去开始观察世界了 而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所以我在我的视频里面反复说 就是你的眼睛和耳朵看到的东西都是假象 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用心去感受的话 你能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但是这个东西吧 这个东西我把它 这个佛家不是把它叫慧根吗 我觉得每个人的慧根也不一样 那有的人没有慧根的话 你跟他讲这个 他永远都理解不了 觉得你是神棍 但是懂的人呢 他自然就懂 然后接下来我的 其实我的梦想就是去这个印度啊 去泰国呀 去好好的花上个半年一年的时间 去好好做一次修行 等这个疫情结束了 等这个通行都恢复了之后 我这么严实我必须去做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我现在在这个洛杉矶 住了一个这种郊区的一个Airbnb 一个大房子 这个大房子呢 一个月只要不到1000美元 这个不到1000美元 然后里面又有两层 有六七个房间 六七个房间 住了有十来号人吧 各种各样的人 就是有黑人 有墨西哥人 然后有那个 有白人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有的房间是夫妻了 有的房间是兄弟俩你知道吧 就是乱七八糟 包括我有我一个中国人嘛 还有一个是这个母亲和儿子 但是儿子那个智力好像有点问题 所以那个说话比较结结巴巴 然后需要母亲去照顾他 其实就是一个Rainbow Apartment吧 就是那个彩虹社区嘛 对对到我小时候看那个高晓松在美国的经历的时候 我又觉得很神奇 然后这次我自己也来经历了一下 就是我以前是从来不会想到去跟这些人一起生活的 对吧 我在硅谷住这个两三千美元一个月的这种啊 所谓的豪华的这个公寓啊 然后这个每天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上班下班的 我他妈有病了 我我这次在这个Apartment里面真真正正的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我那种那种游人而生的那种爱那种感觉 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体会过真的是就是你们这个见了面大家打招呼 然后互相聊一聊这个呃 聊一聊这个吃什么聊一聊这个天气怎么样 就是哇 这真的是每一个民族的人每一个民族的人每一个不同背景的人啊 就就在一起在一个房间里面在一个在一个房子里面那种爱那种关心 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误导的 所以也是就是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之后就真的是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哎呀感觉特别好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后面是准备做一个素食主义者啊 至少我是不吃这个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鸡蛋牛奶和这个肉 因为那些那些鸡蛋呀肉啊 他们这个生前都是这个在工业化流水线上度过了悲惨的一生 所以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灵魂他们的那种能量不好 所以我我以后不想吃那些东西了啊 所以尽量做一个素食主义者 然后我后面的研究方向应该是这个任督二脉或者是三轮七脉这些东西吧 我会这个更多的把时间放在啊这些的这个领悟上 包括精神层面的追求上啊 当然我自己是既懂这个区块链又懂人工智能的 所以我是一定要去创业的一定要去改变我们这个物理世界的啊 我要让更多的人这个能走上追求精神的这条路 所以啊我不仅我不仅不会完全的这个呃归隐田园就是彻底成佛 而且我觉得趁着年轻我要好好的拼搏一把就像乔布斯一样对吧 啊像Elon Musk一样要用我自己的知识去改变这个世界啊 改变这个人类啊推动他们的发展 嗯然后最后跟粉丝说一下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视频好呢 啊就我那天我那天我的这个打赏的这个地址里面有一个人给我打了6.66个狗狗币 这个事我觉得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啊 我觉得是这个狗狗神在指引我啊 我冥冥之中有这种感觉 所以以后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我的分享有帮助呢 你们就给我打赏6.66个狗狗币好吧666啊 嗯这个因为你们打赏狗狗我是信狗狗神的 所以你们给我打赏狗狗币呢啊我才就我会更有动力 然后我会能感觉到那种爱那种关心啊那种正能量 嗯如果每如果有这个朋友就是想在狗狗币上这一波发财 或者是想呃更多的理解我的这种信仰是怎么以背后的这个逻辑链条 就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求对吧每一个粉丝有不同的需求 无论你想发财我希望你能利用狗狗币把这个单车换摩托 或者是给家里提供这个更好的生活呃 如果你是想像我一样这个有信仰有精神的追求 然后想想跟我交流呢也可以啊 或者是你你想更多的去理解这个区块链 或者想跟我聊人工智能量子力学或者是想跟我聊佛学都可以 哪怕是这个呃就是随便跟我聊聊天扯扯独自都可以呃 我在我的主页上都写了如何去找到我嗯呃最后就是呃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吧 感谢大家尽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